新天翼比央的上市了 这款车值得买 它有哪些优缺点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下 目前新天翼比央的 共推出三个配置 1.6T 15.27万 1.8T 16.97万 和PHEV版的24.17万 从价格我们分析出三点关键信息 首先呢车型是很少的 按照动力来分成三个款式 简单明了 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和角色成本 天翼比央的产品定义 跟天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天翼我们还是原来延续的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这样一样 四个配置啊 或者是更多的配置 来给客户 那么天翼比央 我们一个动力就定义一个配置 让客户类写 根据客户自己的用车场景和气候 为定义配置 更重要的是 我们做到了标配及高配 我们选择的是我们的天翼志向 181,700的这个车型 作为我们的标配 再加上官方全部呢 新天翼比央的是采用了厂家网上直销 乡商只负责展示交车和售后 所有订单都从网上下 这种像新生力靠拢学习的新名售模式 也表明了官方不玩套路的一种态度 其次啊 官方指导一下相比老款天翼iCross的指导价是降了不少 老天翼起步是17.37万 新款起步价15.27万 降了21,000 但配置上新款比老款还多了不少 比如说多了前排的手机无线充 多了副驾驶周围的电动表姐 以中部屏幕从8寸改成了10寸 另外它的大灯也从老款的路途中升级为了LED 并且增加了自动投灯 而且后视镜还增加了锁车自动折叠 只是相比老款少了一个全景天窗 所以价格降了配置增了 新天翼的整体性价比是提升了不少 再加上官方表明今后取消的车呢 全部采用网上直销的方式统一定价 买车的过程不溢价 全程价格透明 通过这些简化定价 通过网上直销等等这些方式 就是想让消费者明白 以前法律车等一等就有优惠的那种逻辑 以后是行不通了 为什么行不通了 那是因为我把溢价的空间 在定价的时候就已经让出来了 就像新天翼比较的一样 上市的时候就把定价里的那层油纸给你撇出来了 比老款优惠后的价格还要低 而且配置还要高 不管你消费者是否要持币等待 我就这么着了 此前法尔赛C5X就是这么做的 价格没怎么松动 目前稳定在月销三年多台 而且最关键是价格是没有优惠的 这样呢也增加了老车子的信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优惠 那么先买的人就不吃亏 二车残值就保障 新车的保值率就上来了 而且官方为了保值率也是操作了心 提出了七天口兑换 一年保价 三年保值 五年无约的承诺 简单说就是买了新车 七天可以兑换 一年保价 三年保值回购 也就是说一年八五折 两年七五折 三年六五折 此外还有五年十五万公里的整治质保 所以从这些举措能看出 其实学童真的知道自己的正结在哪里 并且针对这些正结来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天一比昂的这款车本身有哪些升级 首先来说 设计上解决了不少老款的槽点 老款的前列设计 在我看来呢 是显得过于的复杂了 比如说它那两个大酒窝 显得前列的元素过多 轻款的通过线条的简化和撞色处理 让整个前列变得清爽了很多 而且全新的大灯样式 遗漏物样式 增加了很多年轻运动的气息 此外它的座舱内部呢 是从8体平升级成了10寸的悬浮重控屏 而且以前比较奇怪的 这竖状变成了横桥状 整体样式要清爽很多 而且最关键是 它内置的车机桶升级为了 C Connect 3.0智能车机 人气交互体验是跟上了主流的步伐 第三个就要说到它的这套动力 它的1.6T 175匹 1.8T 211匹 在这个级别里面 其实并不算特别出色 但是最关键是 它全新标配的i型8AT变速箱 区分天一别样的 跟其他合格LC 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这套i型8AT变速箱 相比双离合也好 CVT也好 它的这套8AT呢 不论是平顺性 稳定性 坚固耐用性 其实都要更加的出色 最后就要说到它的悬架 法律车的底盘呢 其实让人是又爱又恨 不了解的人呢 一看账面 这套扭力量悬架 天生就被别人矮一头 懂车的人 开过法律车的人 会觉得它这套扭力量悬架 其实不输于很多 独立悬架的这种体验 当然了 最关键的是 它还全系标配了 PHC自行鱼压悬架 就是一套简单的物理结构 通过液压的调整 来改变悬架 阻尼的大小 那么在低速下 在小跌波的状态下 让它阻尼变得比较低 让车身比较柔软舒适 在高速下 在颠簸比较大的时候呢 通过将阻尼调大 让整个悬架呢 更硬 从而呢 让整个的颠簸幅度减小 让车身能够开起来 更加的平稳 所以整体来说 是一套增加舒适镜的装置 但是这套简单的物理结构呢 能够实现电磁悬挂 才能够实现的 悬架软硬可调的效果 所以从这个点来说 天一别样的 是在十来万的 那是需要选择 那么天一别样的 这款车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有两个点 首先呢 你买一款车 一定要关注这款车 背后的车企 目前是属于什么状态 对总络学艇人来说 目前是属于一个品牌低谷 是属于一个 不成功变成人的 这样一种关键阶段 所以呢 它在这时候推出的产品 一定会舍得用料 一定会不继承的 只为了这款车能够成功 大家在买一些 二三线品牌的车 特别是属于一个 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产品 往往这些车型 产品力是相对较强的 厂家是非常舍得用料 那么我从天一别样的 看出的第二个信息 就是法系车目前来说 其实它还是很有计划 很有定力的 比如说有些车企 它在比较困难的时候 躺平摆烂 推款车出去 卖不动没关系 我就大幅的降价 降个四五万五六万 我不怕你不满 但是长此以往 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车企一定是会走向终结的 但是法系车不是这样 它虽然目前的局面 也比较困难 但它并没有 随波逐流的去搞一些 打付降价 打付优惠 它其实还是有针对性的 对产品服务价格 做持续的改进 新流售方式的营销改革 包括还提供了 丰富的改装方案 以及售后 就让我们感受到了 车企这个定力还在 其实能不能超越别人 暂且不说 至少天一别样的 它是在持续的超越自己